你知道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高三协作是谁吗 马上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告诉你 青春爱读书带你阅读全世界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兴趣 对我来说收集纸钞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嗜好 那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研究的科目跟题材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张纸钞开始 它是纽西兰园 那么它的面值是五块钱 你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登山家的脸孔 旁边是一座山 那这个人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 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登山家 它的名字叫艾德蒙希拉里 艾德蒙希拉里是人类第一个登上圣母峰的登山家 就在1953年的时候 那艾德蒙希拉里他就带着他的队伍 就登上了圣母峰 登上圣母峰之后就留下了许许多多重要的相片跟记录 可是如果你研究过艾德蒙希拉里所有的照片 你会发现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人 他身边一定有另外一个伙伴 他的名字叫做丹真诺盖 丹真诺盖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高山协作 以艾德蒙希拉里他一个纽西兰人来说 他们并不了解圣母峰山区的气候 他的地形 那么他血质地的变化 甚至要怎么样跟当地人来合作 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情 当我们爬八千公尺以上的大山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不是一个登山的队伍 他不是郊游 不是践行 不是旅行 而是一个庞大的事业组织 通常七个人的登山队 他需要有两百人的后勤部队 而这两百人的后勤部队 如果你没有一个出色的向导 没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基地营的导演员 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运作整个登山队 而艾德蒙希拉里为什么能够登圣母峰成功 是因为丹真诺盖 而丹真诺盖也因为他的谦逊 所以让艾德蒙来爬上了圣母峰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在所有的登山家里面 我们都流传了一个故事 当丹真诺盖带着希拉里爵士 一步一步地走向8848的巅峰的时候 在最后一步路 丹真诺盖停了下来 然后请艾德蒙希拉里往前走 因为他让艾德蒙变成人类 第一个登上圣母峰的人 他把这个荣耀让给了外国人 那也因为他这个伟大的举动 你要知道 在天文学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命名 会以登山家来讲 而在冥王星 在遥远的冥王星里面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名线里面出现了一座高山 这座山就是由国际天文协会 在冥王星上所命名的 它就叫做诺盖山 也就是用丹真诺盖的名字来命名 而今天也因为丹真诺盖 他伟大的这个见解 还有他的视野 还有他怎么样去让这个雪巴人 在国际的登山事业里面 取得重要的席次 也因为如此 今天我们只要到了尼泊尔 我们到了印度 甚至于在世界各地 就可以看到身为这个地球上 最出色的高山协作 也就是雪巴人的踪影 到底高山协作里面 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在今天的青春爱德书 透过用头戴背起一座座山 我们了解在台湾在地的故事 在中央山脉的南边 在布农族的这个族人里面 有一群人正带着我们 去了解这个台湾的高山 确定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到不了的远方 就透过阅读来达成吧 现在就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德书 陪你阅读全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